2015年11月7号 时任总统马英九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碰面 为了强调对等没有主客之分 双方从左右两侧进场一起走到中间握手 这被外界称为世纪之握 一握就握了81秒 接着各自公开致辞5分钟 最后闭门会谈50分钟 今天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 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 穿越66年的时空 伸手相握 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 曾经的马英九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当时已经卸任国民党第六任党主席的马英九 隔年5月才要卸任总统职务 双方是在位的两岸最高领导人 以先生护称避开敏感的头衔 当年展开各自七人小组面对面的工作会议 马英九习近平分别坐左右排中间 当时与会的前国安会咨询委员 邱坤玄现任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续成 预计将在这次二度参加马习会 我愿意提出维系两岸和平繁荣现状的五点主张 第一 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当年马习公开谈话都提到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 但这次马英九身份不同 已经没有党职和公职 二访大陆的第一天晚上 在深圳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 就提到了过去没提过的反台独立场 马习二会进入倒数 相较于首次会晤 现场采访的中外记者超过六百二十人 这次大陆仅开放部分两岸媒体采访 外媒的报道篇幅也明显下降 TVBS新闻程序 李明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